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财 4月13日受隔夜美股下跌影响 港股早盘大幅低开 指数请低开高走行程 恒指每盘反而拉升由红到绿 升幅力量一差 盘面上大型科技股由跌转升 比如说腾讯00700 又跌最低2.5% 升至近1.67% 快手、网易、百道、阿里巴巴 这类股票也是有跌拉升 医疗股全日拉升 行程比较美 泰格医药、先兴科技 我们的汉心制药和带B一类的个股表现非常好 施锐生物升幅较前 航运股、家电股、煤炭股、电力股和消费股表现得非常不错 例如说地产股 地产股里面融创覆益后大跌超过55% 南下就是我们的笔水资金 存入正流入33亿 大市成交額、量能有所回暖 主要是医疗股里面集体走强 尤其是泰格医药 我们的泰格医药今天升幅超过近9% 凯莉英差不多来到10% 医疗股走好主要原因是 国家药物监督局评审发布新的这类创新药 将会更一步的品种审批和审核 这类创新药的一个医疗产品可以尽快上市 所以这个消息刺激医药股的一个上升 后市我们的医疗股还有上升的机会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看黄金 美国3月份的核心CPI符合预期 所以隔夜黄金拉升明显 近乎突破日前的这个阶段高位 到现在来说 3月10日到现在 我们的黄金升幅已经超过10% 美国加息的一个尾声漸进 今价依然有上升的行情出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OK 时间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